1600隻可愛的植貓熊來到地理中心碑 或做或彈或趴 可愛模樣吸引大人小孩瘋狂拍照 植貓熊在台北市創下300萬的參觀人數 細菁可愛的模樣掀起一股賞熊蜂潮 夾帶這股驚人魅力 此次來到地理中心碑 結合生態、保育與創意 帶動地方觀光與商機 也讓參觀者體認保育的重要性 很可愛啊 小朋友喜歡 還蠻壯觀 還蠻可愛的 我覺得這邊很好玩 因為有毛熊可以拍照 就是說用一個創意 就可以做觀光 不一定要做大的建設 那第二個是保育 南投是台灣黑熊的岩石棲地 南投要發展觀光 我們要留住觀光客 應該是要用生態的 保育的、深度的、多元的 也就是用老天爺給我們的好山、好水 來推展觀光 我們這裡的鄉親石棲地 大家來聽笑我們來臺灣黑熊 利用這個機會 配合我們的 紫貓熊 當作在台灣立立中心北家來展出 讓大家來參觀 來聽笑 現場還有體驗區 供民眾拍照 與紫貓熊及黑熊親密接觸 紫貓熊兼具觀光和保育概念 在透過創意行銷 在透過創意行銷的模式 不只是南投 還有許多外線式的遊客專程前來 創下上萬人次的人潮 有效促進地方的觀光發展 同時也行銷補離的好山好水 民眾興奮地抱著紫貓熊拍照 在和超卡外儀的大貓熊及台灣黑熊合影 黑白雙熊魅力無窮 第二場次將於19及20號兩天 在中心新春大炒場展出 上午9點到下午6點 完全免費參觀 值得民眾把握機會 民意新聞洪一輪 Police採訪報導